有沒有看到 我身上這件 GTA 看起來像是GTA 但其實是 模擬山羊 酷吧 我還買了很多T恤喔 有一件 有一件拿去洗 有一件拿去洗 就是我有在 我有在粉絲頁PO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海關人生 海關人生的衣服 還有 還有這一件 這一件是 這一件是佛萊迪 可是這個Facebook也有PO啊 這件是佛萊迪 這好像是不知道佛萊迪的二代還是三代 還是在披薩店 所以他有一個佛萊迪的一個 披薩店 買了蠻多 買了蠻多紀念品 還有這個是佛萊迪的 佛萊迪的小玩偶 可是買了之後我覺得蠻恐怖的 還要閒閒的看著我 蠻可怕的 他就這樣子 一直深深的 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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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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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穿 我穿M 沒有錯 沒有錯我穿M 很專業喔 這麼專業是不是該訂閱一下 哥穿的一個size就是M 買很多東西啊 然後 他們會場也送很多很酷的小紀念品 大家知道這什麼嗎 大家看得出來這個人物是什麼嗎 欸這超棒的耶 這個可以帶這個打 帶這個打GTA 我還不帶這個打GTA OK 這個是那個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逸臣餘生裡面的 可是其實我沒有玩過逸臣餘生啦 但是我之後應該會玩 逸臣餘生4 這是 逸臣餘生4裡面的 欸不是4啦 逸臣餘生系列裡面 都會出現的人 啊對就是4就是這個臉 就是這個臉 這個在現場直接送了 但是帶這個 有點 呼吸困難 我還買了什麼 我看一下 沒有卡帕 我沒有看到賣卡帕 我還買了一個那個 我還買了一個PEX的T恤 就是這個 PEX 跟大家講喔 其實這是我 其實我之前也不太知道PEX這個展 然後呢 後來我聽當地的人跟我說 PEX一年在美國有好幾次 那最大的就是 這一次 就是每年都固定有一次最大 叫做PEX Prime 然後呢 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年都固定的地方 今年在 西雅圖的那個 華盛頓會議中心 然後呢 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遊戲的試玩 而且其實除了家機跟PC 有一個試玩 它其實有很大塊的一個區域是 是桌遊 就是像什麼魔法風雲會啊 有的沒的 MTG好像在美國滿紅的 我看到很多魔法風雲會 還有很多桌遊的實體的一些 一些商品 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玩什麼桌遊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就沒有買 我還另外買了一個T恤 對 這T恤幫朋友買的啊 所以是XL啊 絕對不是我自己要穿啊 我穿的是M 這件滿可愛的 這件是那個 迅龍高手的T恤 為什麼要買這件呢 因為這件跟這件一起買 兩件四十美金 單件一件二十五 一個貪小便宜的心態啊 就買了兩件 兩件四十美 頗便宜啊 它叫Vault Boy 所以這個叫Vault Boy 欸我還拿了一個帽子很酷 等一下喔 你看你看你看 這是那個 也是現場在發的刺客教條 刺客教 但是 當然因為是送的啊 所以質感不會很好 就是塑膠 刺客教條的帽子 現場發的 它再配這個 這樣我看不到啊 Fallout的面具啊 厲害吧 厲害吧 好啦 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剪一個